你想想共产党它自己的党员860万改成合同工 860万改成合同工是什么意思 就你们跟着七哥干新中国联邦 干完以后七哥说 哎现在这事不干了 按照小时算钱 新中国联邦建成以后也给你们按小时算钱 你们不得把我活埋了吗 我这几代人跟着你共产党干 我上学我孩子一切都跟你干 现在你把我变成合同工 就分分钟中我要失业变成终点工了 这800多万人他有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吗 这800多万人每个家人四口人就3000多万 哪个不伤心 哪个不想加入新中国联邦 那两亿多失业大军 哪个不想加入新中国联邦 当共产党所谓比爹娘还亲的党 一切都是党的 一切都听党的这种政治体制下 习太阳已经变成习死黄了 到全世界到处发钱 论议他觉得不好意思 都是几十亿几百亿的发 不管中国有多少养改兰 都是几百亿的发 不管中国人有多少人卖肾卖肝 几百亿几千亿的发 还搞了个一带一路 还搞什么达沃斯论坛 中国人饿死 然后把共产党员的860万 3000多个共产党的家属 变成了part time 终点工 新中国联邦做什么 我们要拯救他们 5000美金和以上的这个投资 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 看过七国的直播 他们拿5000美金 他就是买了一个未来 5000美金 任何洗臂的动荡 你进去以后 你有这个出口和入口 你可能就是一个手指都点下去 你可能就会赚回到5000和50万美金 你加入了一个有希望的 超过50%可能的俱乐部 不管任何情况下 你的5000美金是不会赔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承诺过 任何情况下 你不赔钱 加入共产党 一切都是党的 而且你得叫他爹叫他妈 明打 active 马 UK berries